比了个大早,糖葫芦统计了115名武将的新兵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 先说大兵书审时夺势 这个兵书提升12%治疗效果 可以加成草船的急救 带草船的武将就可以优选它 特别是曹操,还有肉疗鸡的老国家 像下面这对,有希望搞出100%急救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 很多被草船的武将都有这个兵书 由于审时夺势附带3%易伤 而宝无特技钢体3%减伤刚好和它护抵 就使得钢体特技的价值提高了 再说备受关注的大兵书出奇制胜 偏辅助的武将都没有 偏输出的倒是很多 像成玉、陆迅、庞统都有 这妥妥的是台公布堂娟上位 老关羽也被新兵书盘活 还有大兵书千里畸形 很少有武将有这个兵书 但是炎梁居然有 吕布更是不光有出奇还有千里 这是硬把他们往辅助长推呀 还有大兵书、乐善、号施 重点关注的几个武将都有 像赵云、甘宁、司马懿、张角 甘宁暴击120%治疗加成 赵云、草船暴击100%翻倍 原本45%级就率 暴击后直接90% 司马懿和张角的效果也相当可观 小兵书简单总结 实际的小兵书全都有九战 少数在锤炼和统军 龟心和远征上有差别 用剑的小兵书个别特殊武将有先姿 还要提嘴小兵书精准 除了香香马妹这种突击 几乎都有弊重 规避抵御被针对了 更多实战效果稍后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